你们猜我拿这个七弹药干嘛用呢 两根七弹 这个呢我是拿来喂这个公猪的 这个公猪呢就是 这个被种了之后呢 要给它喂这个七弹 主要是第一生的这个猪精 我把它打碎然后放这个里面 炒饭的位置在 这猪吃的都比我吃的好 好吃的都给的吃了 有一些粉丝跟我说就这公猪 如果那个被种了之后呢 就要给它喂鸡蛋 所以我今年呢就拿两个鸡蛋 拿来喂给它 然后呢是喂生的还喂熟的 我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啊 我刚才是放那个生鸡蛋啊 把它背那个料 然后是直接喂给它 但也吃的特别的好啊 但是这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经验呢 可以给我分享啊 现在呢是有差不多一百多这个母猪 然后这段时间这个啊 我该被种呢 这个母猪呢也是特别的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只有一头公猪 所以这个背不过来啊 然后这样呢也是会影响的 所以我们 嗯 再搞了一个可能是 为哪些出镜拿来这背呢 要不然错过了这时间就会不上了 我呢也是第一次搞这么大的 这种氧食规模啊 然后自己呢 又没有这个技术这方面 所以这风险还是特别的大啊 很多粉丝也说是看不好 但是我们呢也是会讲这个 春夜的技术人员呢 不是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找错的啊 这样的话也是带队的 因为目前是实际没办法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弄 所以过完年之后 我们找这个人员来管理的 OK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喜欢的朋友们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